我们要想对它能够进行使用呢 就顶替咱们之前MySQL操作数据库的API的那一套东西 就是吧 我们就使用这个框架在实际开发当中去使用啊 并且在这个构源当中呢 是这个GORM框架也是比较 怎么说 就现现金来看是相对来说比较热的这样的一块 呃知识 对吧 所以说咱们来整体熟悉一下 你这个GORM 它怎么样去连接数据库啊 键表啊 对吧 这样这个操作啊 这个是 呃 GORM对吧 GORM啊 它 连接数据库 然后呢 键表 我们大概来看一下这个啊 那首先第一块呢 还是咱们呃老习惯就是 因为我要操作的是MySQL数据库嘛 对吧 操作MySQL啊 所以说我们先去回顾一下这个 呃MySQL数据库 它的一个基本使用啊 最快速的 对吧 最简单的一个回顾了啊 呃在这之前啊 首先先要弄弄清楚 呦 弄清楚这样一件事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GORM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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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我们说了这个GORM它是相当于是对象的这样的一个表层 对吧 所以说呢 它操作的都是 都是表啊 或者说是表数据 表数据啊 它是可以直接进行操作的 别吧 它只能操作这部分内容啊 那与之对应的就是它不能操作数据库 就是吧 比方说像咱们在讲SQL语句的时候呢 咱们前面 我是不是可以用SQL语句去创建表也行 创建这个表字段 创建数据库 然后在数据库里面创建表数据 对不对 但是呢 GORM它不能操作数据库啊 所以说我们一般要使用GORM这个框架去进行开发的时候呢 数据库的创建还需要你用咱们那个色口语句去完成 要吧 那就是需要使用这个SQL啊 去呃配合 对吧 配合完成 那一般这个没啥说的 我说那这个是不是不好呀 啊 像个数据库这种操作 基本我们就是在项目开始的时候也就用一次 对吧 创建数据库这种操作也就项目开始的时候用一次啊 基本也就够了 对吧 其他的咱们也不会经常的性的去用 对吧 那咱们就简单回顾一下Masko数据库它的一个基本使用 对吧 那首先第一件事就是你先要去确认你当前的 确认我们当前你的这个Masko 对吧 他的这个服务啊 已经启动 怎么样去确认 那默认我们说这个单大家都讲过Masko了 我在这里边咱们就节省一点时间 快速说了啊 这个我把这个服务发现线给它关掉吧 咱们今天一半会用不上这个东西 那正常我们说你的这个Masko它的服务应该是对应到另一个操作系统后台的一个守护进程吧 对吧 那我们可以使用PSAUX管道然后呢 GREP用Masko SQLD 用它是不是就进行查看 对吧 或者你用Masko就行啊 Masko关键字进行查看 我们能够搜索的到 它是不是有一个以地结尾的这种咱们说是demand的意思就是我们的精灵进程或者叫守护进程啊 对吧 那这是在我当前操作系统上运行着这样的一个守护进程 就说明你Masko它的这个后台是不是正在运行的 对吧 那对应这是我们的第一个啊 启动 怎么去判断它启动啊 用到的是咱们那个PSAUX对吧 管道啊 GREP去进行搜索啊 然后呢 接下来第二步我是不是要去连接Masko数据库了 对吧 你要想操作数据库必须要建立连接嘛 我得先去连接啊 Masko对吧 数据库啊 那怎么样去连接啊 用什么Masko客户端 那个关键字就是Masko对吧 然后呢 杠U对吧 指定用户名ROT 然后呢杠P对吧 123456啊 那这里边咱们说Masko呢 它是基于数据库的数据管理系统 所以说我只需要一个用户就行了 对吧 一个ROOT用户啊 就可以去连接啊 那你连接上来之后呢 我就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 登录成功的一个提示了 对吧 那接下来再往下 下一步做什么 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查看数据库啊 对吧 查看数据库用什么命令 查看一下你当前Masko下班 已经有哪些数据库了吧 对吧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使用 SHOW DATA BASES 对吧 SHOWDatabases啊 我可以去查看你当前的这个Masko数据库 对吧 那回到我们这里边 对啊 查看数据库 粘贴一下 对吧 然后接下来呢 查看好 查看到了数据库之后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边去 这个创建或者删除数据库了 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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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方说我这里边有什么 有这个 T1 像T1这样的数据库 TestE TestWeb Test GORM 这些 还有什么NewWebs 这些是不是都属于我们自己去定义的这样的数据库 对吧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它给它这个删除啊 对吧 那怎么样删 怎么样删除 我是不是应该使用 Drop吧 对吧 比方说DORP 对吧 然后呢 Drop D-A-T-A-B-A-S-E 对吧 Drop database 后边比方说跟上一个Test 哪个是我贝克用的 我也忘了 是怎么随便删一个了 这个应该是不是我用的 DORM 对吧 这是不是就可以删掉 对吧 或者比方说删T1吧 这个我肯定没用 Database 对吧 然后T1 OK 那它会显示QueryOK 就说明你删除成功了 对吧 那对应的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方式啊 写到笔记里边 就实际上这些应该是大家以前都已经转过的了 对吧 就怕大家忘了 因为回头我们经常会用啊 这是删 删除数据库 对吧 用这样一条命令啊 我就不去再去改那个了 直接看这个就完了 对吧 后边跟上一个数据库的库名 对吧 描述一下 哎呦 这T1对吧 T1啊 这个是表示库名 啊 有了这个库名 让我能删除数据库还能干嘛 因为咱们说我这里边只回顾MASCO里边数据库的操作 剩下操作咱们都用就是M框架去做了啊 除了删除数据库呢 在我是不是可以去使用数据库 对吧 然后我在这个数据库里边是不是就可以见表了 对吧 比方说拿一个这个Test1去为例吧 那我就可以用字啊 谁啊 Test1 T E F T E 对吧 用字他 OK吧 然后呢 你可以使用瘦谁啊 T A B L B L E S PBOS 就可以查看你这里边都有哪些这个数据库啊 可以吗 对吧 这样就可以查看到我们的这个数据库啊 好 那对应这里边比方说啊也跟你记一下吧 他回头各位同学忘啊 那这是我们说选中呃数据库 然后呢 键表啊 查看表对吧 查看表啊 那选中数据库的方式是使用EU字 EU S E EU字后边跟上这个数据库名啊 对吧 然后呢 分号啊 表示这下完事 然后后边还有一个什么 售T A B L E S 对吧 这就不用说了啊 售T A B L E S 可以查看表啊 那再有最后我们去说一下这个创建数据库 怎么去进行创建 创建数据库应该使用Coreata Database 对吧 那比方说 刚才参照这个上面去做吧 比方说来一个Test吧 Test我没有 对吧 然后来一个C A R E A T Coreata D A T A B A S E 对吧 Coreata Database 然后呢 后边跟上数据库的名字 对吧 比方说我就叫Test 然后后边跟上一个字符集啊 这一般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咱们通常都给指定字符集 你如果不指定 他默认 是不是就是那个拉听1的了 对吧 拉听1的字符集是不支持中文的 对吧 所以说我们创建UTF8 对吧 指定UTF8 他就可以指定中文字符集了啊 就是你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指定字符集的好处是 呃 你将来 万一创建表的时候 你没有指定 也没关系 表的字符集 是不是会跟着你当前数据库的字符集走啊 对吧 所以说一般创建数据库的时候 我们都会跟上这样一个指定字符集的啊 这样的一条语句啊 走一下 可以了吧 那我们说要想去查看 你可以使用 shall 谁啊 create data base create database 然后跟上我们的这个Test 数据库名 是不是可以查看到 你创建这个 这个数据库啊 对吧 shall create database ts1 啊 那这里边对应的就是我们这个默认的create database 对吧 好 那回到我们这里边去把这个创建数据库的这条语句啊 粘进去就OK了 好了吧 这是关于这个MASCO数据库 它这个操作的 常用的一些一系列的这个操作 对吧 就是跟咱们后边其他的这个学习去铺路的啊 好了 那这个完事了之后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这个ORM对吧 ORM 它是怎么样去操作这个MASCO数据库的啊 那当然因为我们在这个项目当中 咱们就只要只要使用MASCO数据库了啊 所以说我们就使用ORM去操作MASCO 那当然咱们说实际上你要想去操作其他的 像刚才咱们看到你的那个 你比方说你想要去操作ORM数据库的话 这个ORM它是不支持啊 对吧 那你要想去操作ORM数据库 那你可能就得用这个XRM啊 这个就是回头等到大家如果要上班的时候 公司必须要用ORM的话啊 那你可以试着去选择这种模型啊 好了 那咱们先这几个先到这吧 休息十分钟 下几个回来 咱们来看一下ORM如何去操作MASCO数据库 这里是一拜拜 所以我可以去操作 只是5 Vatican 询咱们